17歲拔稅南書院中陸學生真憲節 至今已經失蹤了7天 颱風過後 警方機動部隊 消防 攀山拯救隊 民間搜索隊 以及民安隊一行約100人 星期二早上大約9點 在大老山隧道集合 上山繼續搜索 而香港守望者服務團創辦人Anson就表示 團隊會在馬鞍山村的礦動 以及山溪位置進行搜索 同時會攜帶探尋工具 期望可以找到有用的線索 警方亦再次呼籲 任何人士如果有真憲節的消息 可以盡快與警方聯絡